你想要從外面做連線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網路攝影機有沒有長度的限制? 有嘛,因為你要有線的,對不對? 無線的怎麼辦? 最簡單的,如果你的可以吃到飽的話 你就用TeamView,很方便啊 把這個打開,照相機打開 這樣有看到了,對不對? 各位,要上鏡頭嗎? 好,但是你可以發現我現在角度不對,對不對? 應該說方向不對啦 它這個地方可以轉 按一下,不是這個 我手機上面,手機上面畫面有沒有一個這個 我來這邊按一下 這樣我的畫面就旋轉過來了 這樣有沒有好一點? 對不對? 那,因為那個現在是現場連線報道嘛 所以說,要不要記得畫面? 自己切換一下 現在,先把教室現場,好嗎? 那,為了方便大家看 所以,我們看一下現場 有沒有,這個是大家現在很努力的看著我 這樣有沒有簡單? 可是,我還沒有放到OBS裡面去喔 我現在只是告訴你記者按摩拉 請問有沒有哪位同學可以幫我去外面介紹一下 我們金門大學的特色在哪裡? 就不用回來了 恭喜我手機還是要拿回來 來,我現在是不是有這個視窗? 所以呢 有沒有哪個同學可以幫我拿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來來來來,給你當記者一下 你想上鏡頭你就按一下 這邊喔 就知道了 好 來,你看我把剛剛那個視窗 現在是不是有了 我就把它加到我們的OBS裡面來就好了喔 好,這個我就不要工作室了齁 來,我就按一個加 這個時候是不是用視窗? 因為它也是應用程式啊 我就告訴他我要抓的是 TeamViewer TeamViewer 在哪裡? T開頭,T開頭 啊,第二個 好,這裡 有沒有抓到了 欸,不是這個 另外一個 TeamViewer的 Video嗎? 欸,是哪一個 這個 不是 我看一下 這是哪一個視窗 喔 喔 欸 這裡有一個 這一個 喔,是不是多了一個 喔 這個關掉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喔 這樣確定 這個沒有錯我就按確定喔 好 那它就可以報導了嘛 欸 可是 你這樣的話 是不是我會搭配有多的外面的東西 還記得我們剛剛按哪一個按鍵可以做裁切嗎? 是不是Alter 欸 不會 這樣才比較像 不然你讓人家看到說那個 這樣人家就說你造假啊 你沒有看過那個新聞台後面都有電視嗎?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把它擺在這裡嘛 好 欸 我們跟我們的那個駐外記者連線一下囉 那個駐外記者你可以現身一下讓大家看一下嗎? 他出來了 所以 他的現身方式非常的奇特 所以最好是拿自拍棒對不對 可以放遠一點 這樣 有了解了吧 反正你錄下去就錄了嘛 這樣 OK嗎? 這樣你會做 駐外記者了齁 好